松花鸡蛋肠啊 人人都爱吃 到底怎样在家做 才能QQ弹弹好吃入味呢 双击关注 我来教会你 准备一斤的鸡蛋 半斤的松花蛋 将鸡蛋全部打入盆中 将蛋鲜和蛋黄充分的搅拌均匀 打开打散 50克温水中加入 三克食用面碱 两克食用盐 饺质融化 这个时间咱们切点松花蛋 切点火腿丁 化好的面碱水倒入蛋液中 角质完全融合在一起 下入切好的松花蛋和火腿丁 去调料市场 买一米塑料的长衣 然后再一头系紧 套上漏斗或者是扩凝水瓶 倒入我们调好的蛋液 另一头用同样的方法收好口 在自己想要的长短处上劲 用馅绳在分段处系紧 温水下入锅中 亲爱的家人们 大海能麻烦您点事吗 能给大海点个红音支持一下吗 就是朝着屏幕点览一下就行 辛苦您了 感谢您了 中火煮 水开即时 煮20分钟出锅 我们切开一个看看成品 QQ弹弹的可好吃了 下人们点个关注吧 方便以后有什么不会做的 能找到我 感谢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